我們今天是說pop music 是啊 不是說castle 我們類似就會訪問一下你 可能作詞 然後有些心得或者有些經驗 然後阿花就會多問一些學術性的問題 學術性的問題 所謂學術性 我覺得沒有絕對關係 所有喜歡聽這歌的朋友 多謝我的fans 多謝Parko 多謝李俊恩 Hello 十大中文金譜無賴 作曲作詞李俊一 主唱靜忠記 Hello 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我們這條專講音樂的頻道 今天我們很特別 在我身邊就是有李俊一老師 來到大駕江林 跟我們講一下 除了古典音樂之外 還會講一下流行曲 大家好 我是Jo 我是Jerry 大家好 其實我也有一點好奇 因為之前阿花說 請了一位好聲音 音樂界一哥來做嘉賓 絕對願意 我也未臨到 其實這位音樂人 和阿花有什麼交集 其實很有趣 其實本身 我們的交集 並不是先在音樂上 而是先在影視上 因為原來 Jo除了作曲填詞了得之外 他還很喜歡寫故事 當年寫了一個短劇 叫做《獨角獸》 他也是擔任監製 所以我們就在影視作品裡 先在相遇 後來才發現 原來大家有很多 因為他之前不認識我 他不知道原來我也有玩音樂 有學樂器之類 之後就慢慢多做很多合作 接下來有一套新的戲 講中樂、西樂 也是Jo幫手 在這套戲製作主題曲 遲些大家就被用了 叫做《追逐八雲的少女》 其實今天也很開心 請和Jo過來做我們的嘉賓 或者大家對一些香港流行公司 有所認識的朋友都知道 有很多著名的歌曲 其實都是出自Jo的創作 或者大家最關心 大家問問Jo 最近有什麼新的動態 或者新的計劃 秘密進行中 秘密進行中 沒有什麼 但都會繼續寫流行歌 現在就會比較做多些些 一些比較可能是 幫一些機構 或者團體寫音樂 這些會比較多些些 就好像去年就幫 香港城市大學寫一首他們的校歌 這樣就 做這一類型 會比較會怎樣說 可能是不是old school 這些會比較多些 明白 應該是十分有意義 也都是 因為你說的可能是教界 或者是各方面 可能是用自己的 一些才能 或者一些天賦去做這些 其實我覺得都很有意義 真的 是 我的問題很簡單 因為之前我和Cherry 講了有幾集 講大戰的音頻 和音樂之間的關係 其實我們每一個發出的聲音 都有特定的音頻 以前的古人 他們寫詩詞的時候 其實都是按著很多不同的韻物去寫的 突然間我忽發奇想 我說 現在其實很多我們聽的難曲 很多的填詞方面 很多時候 是怎樣去適合那個音 是很重要的 所以 令到我就說 不如請Joe過來 在這裡講一下 我首先第一個問題 最想知道的就是 其實你覺得是 有曲先還是有詞先的呢? 很多人都會問我這個問題 究竟流行音樂裡面是有曲先還是有詞先呢? 但其實這件事就要看你那些是普通話還是廣東話 如果你廣東話 先有詞後有曲 這件事是非常難的 因為本身廣東話它是有九聲 即那些什麼音上聲 陽上聲等等這些 如果你要先有詞後有曲 對於曲的限制就會非常之大 所以一般我們都不建議會先寫詞後有曲 但是如果普通話 其實這件事是可以做到的 實際上有很多普通話的歌 是有詞有詞 或者甚至乎你隨便拿一首唐詩 或是頌詞 然後你將它譜製成一個音樂 其實是不難的 這件事 但廣東話你就會限制很大 除了一些很特定的五聲音階 某些音之外 其實基本上是很難寫的 如果是用廣東話的話 廣東話也有聽過 因為我有看過 例如阿祖剛剛有說 古代一些水調歌頭等等 其實它好像是先有詞再有曲 因為它就說可能有分很專業的 例如一運到底 一些雙運 單運這些 雖然我不知確實是怎樣用 但我就好像明一明阿祖剛剛說的 其實我印象最深刻 就是有一些古詩 就是將它現代的人 將它編了一些 改編 不是 詞就沒有改編 幫它編了一曲 例如滿江熊 還有這個 《但願人長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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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里一段時間》 對 那個也是很經典的 我舉個例子 例如你要將《床前明月光》 這五個字 例如你用普通話 你將它做一個歌詞 然後配上melody 其實它的變法可以很多 例如你 《床前明月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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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可以 但如果你用廣東話 你可以配到什麼音樂 你發覺 如果是用廣東話 《床前明月光》 變化會很小 所以這件事 你由一句歌詞 大家都可以明白到 我剛才所說的 就是普通話和廣東話的限制 是不一樣的 我想都比較有 有興趣想知道 譬如 我知道原來 周其實是一個 土生土長的澳門人 譬如在澳門 其實我也知道 有很多是對 可能這方面 比較感興趣想發展的 可能是青年 或者你會否覺得 在這個時期 有什麼做法 可以培養到這方面的 可能天賦 或者這方面的才能 有沒有一些 可能從小就要培養的 我覺得 曲詞兩樣不同 我先講曲 如果你在做曲 你想培養這方面的能力 我覺得第一件事 要聽多些歌 等同於 如果你想突然做廚 你一定要嘗試多些 吃不同的菜餅 只要別人的調味 這樣鹹一點 甜一點 至少一件事 你培養到自己 在音樂上的基本品味 然後我覺得 你再去自己去做一件事 至少你懂得分 你做出來的一件事 是好還是不好 所以我覺得第一件事 你要聽多些不同的音樂 然後第二件事 就是你要有一定的樂理能力 然後起碼要學一樣的樂器 最好就是鋼琴 還有一些Harmony 好了 填詞方面 我覺得最重要的一件事 都是你文學的根底和修養 所以最重要的 都不外乎是多看一些書 尤其我贊成大家 多看一些比較古典的文學 例如你看看《紅樓夢》 看看《西遊記》等等的東西 都會有助於你文字上的運用 明白明白 所以其實就不是單單這麼簡單 可以是短時間去訓練成 其實都是要慢慢去累積 去投入時間和努力 包括可能平時就要儲多一些墨水 是的 可能靈感到 你又想到一些音樂 就會自然發源一些適合的詞 去填這個音樂 沒錯 因為你剛剛這樣問 又令到我又想起 有多一個 延伸多一個問題 有些人天生 可能有絕對音感 因為之前我們也有探討過 有絕對音感 是否對於這些寫詞和作曲方面 是有很大的幫助呢 我覺得有幫助 我很奇怪 我小時候有絕對音感 絕對音感 但不知為何大大下沒有了 不知為何無端端端 因為太久沒有去鍛鍊這件事 比較小時候 我記得我是一些很高位很低的音樂 我都會一聽聽分辨到 但不知為何大大下 就不可以了 我覺得是因為Joe 越來越看得多書 越來越多墨碎 腦容量不夠 可能音感方面 反而文學上又很有提升 對 慢慢就會連呼吸那些都會忘記了 對 但我覺得有用的 Permit Pitch 這件事一定是對於填詞有用 因為本身 起碼有些人在填首歌詞時 連他的恨不恨這件事都分辨不到 所以我覺得 又不需要去到絕對的 如果你是音感能力稍微好一點 那對填詞一定有幫助 因為我覺得最起碼 你沒有絕對的音感 都會有相對的音感感 對 即是你誰是高了音或低了音 你是分辨到才行 因為我發覺近年 很多人出很多難曲 我發覺詞的質量好像很參差 有些是根本就不適合音的 然後就好像有些強硬來唱出來 即是有時候我也知道 可能是填詞的時候 未必跟原曲一模一樣 將它轉 但有時候都不要轉到 那個音根本都不是那個音 廣東話其實很難 其實我覺得廣東話是填詞 廣東話的填詞是相對 確實我覺得是會難的 普通話很多 即是你要 因為其實 九星本身 你怎樣可以放下去一個音程 其實本身這件事已經是幾難 可能性沒有那麼大 有時候你真的要搜索呼嘗 你才可以想到一個正確的詞 我如果說填詞的時間 和作曲的時間 我覺得填詞的時間 起碼是作曲的十倍 十倍 即是那個難度 可能我寫一首歌 可能很快可以寫 但你遲 除非你交好貨 如果你真的要刁鑿一些文字 是可以花很多時間的 會不會是 我上課問一下中 創作的那個模式 會不會是很多時候 可能是突然逛逛街 看見一個音樂很可愛 或者很難忘 你會腦中有一段的音樂 或者是旋律 是已經記住了 可能會立即錄下這一段的作曲 之後再會 找一個可能創作的地方 再配合適合的詞 或者你有沒有什麼routine 即是可能創作的 其實沒有的 即是沒有 即是有人叫到寫 然後就慢慢把自己集中 去某個精神狀態的時候 慢慢就會寫到 有很多人問說 究竟有沒有靈感 即是 其實有的 但又 我又不是說體驗很多 一定要等月光出現 或者要怎麼看一棵聖誕樹 然後才可以寫到一首歌 我覺得未必是這樣 但我真的有一次這樣的經歷 我試過有一次去台灣玩 然後玩 看到有一間琴行 就試一下去彈琴行 那次去彈 就無端端在那次彈 你就彈了好幾首我自己很喜歡的歌 最後幾首歌都有用在我自己不同的作品 所以那次是我第一次覺得 原來都有點異地或者什麼 可能會突然有這樣的靈感 直接到出來 但是 但我覺得一個專業的音樂人 其實是不可以靠靈感 你不可以 有靈感到你已經寫東西 這樣不行 我覺得應該是隨時 你需要做一件工作 即你要完成那個命令的時候 你就立刻可以想到東西 我覺得這件事更加重要 不過也是貫徹回 其實剛剛所說 我覺得這件事都可能要累積 我很多時候可能寫詞 都是來自生活的一些體驗 一些觀察 可能自己平時多些嘴試 去觀察 經過的一組一目 經過多些去用心機去看 其實我覺得應該是會 對創作的時候 都會有多些幫助 因為起碼看見這件事 可能比平常人想得更多 在不同方面 即更加廣的位置 最後都有一個問題想問 你唱了這麼多作品 裡面有沒有哪一個作品 特別印象深刻 或者一些很難忘的事 可以分享一下 又沒有什麼 很難說 首先第一件事 就是有沒有哪一首作品 特別喜歡 其實沒有的 就是人生在不同的階段 就會比較喜歡不同的音樂 即是有些時候 即是早期的時候 我會覺得好聽 但是到年紀再大一點的時候 覺得 即是 心境會不同 但未必會再喜歡 一個人 也會喜歡另外一些東西 在填詞方面 會不會有類似這些 突然間寫到很多很漂亮的詞 我想問 有一首是特別用得比其他作品更加長時間的 又或者可能相反 那個我也沒有什麼有心寫的 但你會覺得很難說 嗯 又很難說 反而我印象深刻 我試過幫一位澳門歌手寫的一首歌 叫做曼陀羅 這首歌很有趣 就是我的A段 即是主歌已經寫好很久 但我一直都想不到 副歌怎麼寫 我就不理會 我就攀了它 然後 有一次我突然間 睡覺發夢的時候 不知道發夢的時候 真的夢見了副歌的 然後我突然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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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立刻在靠地下 就發夢了 這個副歌就是 就是這首歌 剛剛是夾得到的 但我想了很久 才是清醒的狀態 就是發夢的時候 那個夢境就是 你聽到一段回音 你很對的說法 你覺得這就是我一直以為 我們一看 是的 這個又來我 因為呢 又想回 我和Cherry之前 有一個就是分享了一個故事 就是很久以前 有一個射琴 意大利的射琴手 叫做Tanini 他就是發明這個 魔鬼的陣音 創作就是 睡覺的時候 突然間 他看到一個魔鬼 他的床前邊 在射琴 是的 有時候真的會有 會有 會有 很多時候 我們人在某些特殊的狀態 或者你睡覺 或者冥想 或者某種狀態 有時候就會 啟發 會開啟了某些按鈕 令到你想到一些平時 你想不到的一件事 我以前試過一次 有一個經驗 游泳 我不是游泳 而是把頭 潛進泳池裡 然後突然想到一段 有天 因為你知道很多時候 創作歌都會這樣 想到副歌 當然想到副歌 有時想到副歌 拍拖了一件事 這個好像對一些 譬如有心上的這行發展 又喜歡做不同類型的活動 譬如說有時候 大家試試騎馬 游泳 可能不同的東西 都好像 睡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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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想到一些不同的靈感 這也是挺有趣的 雖然我最新那套戲未上 但是趁著現在 這麼難得的機會 當你接到一個項目 你將要去開展的時候 未必一定是我的項目 你可能有其他 因為你都接很多不同的影片 去做配樂 我覺得第一件事 要看看它的要求是甚麼 譬如說有一些 流行谷 你知道很多時候 你都是持有發揮的 但也有些時候 它會是很固定 你一開始要是這樣的 然後跟著要是這樣的 然後又是這樣的 然後又是這樣的 比較是有一個限制 是吧 譬如說 你之前都已經有跟我說過 即是說 需要有些甚麼的人 每個人大概是玩些甚麼 不同的樂器 當然我創作的時候 你就不可以走出這個框框 第二件事 也要根據基本的主題 例如說 一開始是一班 好像你出議的主題 一開始是一班 玩中樂的女生 但後來發覺 不是的 其實這個世界是大同的 是可以 東西方互相融合的 或者是古今互相融合 所以就會慢慢 可能會加入一些西方音樂素材 或者一些比較現代音樂素材 都是跟回整個邏輯去走 好 只聽到都非常精彩 我們期待之後這條片的上映 今天也很感謝Joe來到我們的身邊 我們之後如果還有些類似的題材 我們也會邀請一些不同的嘉賓上來 今天我們就這樣 多謝 多謝 謝謝 我們下集再見 因為譬如剛剛有說 鄧麗欣Staffy有一首《電燈膽》為例 譬如電燈膽其實我們都知道是一個燈泡 但其實在粵語是一個很有趣的傑口語 假一個人不通氣 我也想問一下Joe 譬如這一首歌 可能這麼繪植人後的一首作品 你當時有沒有遇到一些類似的情況 可能是見到有身邊的朋友被人當了電燈膽 或者是有沒有一些類似的經歷才會有 即是這一方面的作品 這首真的有 如果你問到其他人可能沒有 但這首真的有 這首歌的創作是有一個起源